今天想看Hermes的購物片 我是第一次拍的 之前我拍LV和Chanel購物片的時候 有朋友問為什麼你不買Hermes呢 其實我覺得Hermes的包包比較成熟 很多時候都是一塊皮 我比較喜歡Chanel的菱形 以及LV的Monogram 但最近我有一點迷上了Hermes 其中一個款式的包包 我不知道遲些會不會迷上Hermes 像Chanel和LV 但暫時我對這款包包非常有興趣 我們留下好戲在後頭 首先由一些小小件的產品講起 就是這個很小盒的 而且這個包包裡面 大部份是真正的Unboxing 我只是拆了兩樣東西 其他東西都有絲帶 好了 現在一起拆了 猜不猜到呢 因為很小盒 一打開它有這個 絲袋 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是一個首飾 如果知道我的朋友 我很少戴首飾 之前戴耳環 但唯獨會戴的就是Choker 因為有時候穿這些一折薄的衣服 配上Choker會比較好看 這個是手帶 但我當一個Choker 是金色的扣 然後這個款式 也比較標準的 不夠另外那個 有一個Lock 好像叫Kelly 那個 沒有那個那麼出名 但那個不能當成Choker 戴 而可以當成Choker戴 這一款算是標準的 所以我選了這一款 然後是一個白色的皮 然後後面是一個 啡色的 戴在頸上 剛剛好 我的尺寸 就是 XS的尺寸 他們最小 剛剛好 沒有固定的頸 好像這一條 這一條其實有點鬆 這一條其實是LV 近看 它是寫著Hermes 希望能看到 其實有點像 真的狗仔那些 因為有這個 圓咕嚕這個東西 但我也覺得很好看 因為其實Choker 比較像狗仔的狗帶 正常是這樣戴的 就是有兩條帶 第二樣 也是這個小小盒的 我有一棵人的 大家應該知道 同一樣 就是有這個袋 入住 其實我現在非常熱 因為我的風扇在這裡 但又不想開 因為怕吵著 收音那裡 就是 又是另一條 很快開我出來 就是同一個款式 但就是粉紅色 粉紅色對我來說 非常容易配襯 因為我很喜歡粉紅色 所以我有很多粉紅色的衣服 barbee粉紅 也非常喜歡 也是金色的 因為聽說 Hermes的金氣 比較熱滿於銀氣 所以 盡量選擇金氣 如果有的話 就是這樣 大家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如果還沒追蹤的話 因為我很多時候 那裡會貼上一些OTD的照片 帶我這些飾物 或者 一個外套 或者包包 所以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如果還沒追蹤的話 下一個也是這個小小盒 大家應該猜到了 好 這個有點不同 這裡有一個H字 叫做Happy 這條手帶 我當Choker 這邊是一個 桃紅色 而且這條帶可以 兩邊戴 另一邊是橙色 就是Hermes的Signature 顏色 也是XS的尺寸 它有三個孔 好像一個錶帶 可以調校 我覺得第二孔 比較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固頸 非常好 一條帶 兩種顏色 也比較簡單 這一款 因為始終剛才這一款 比較誇張一點 有這個 這個就是比較簡單的一條 普通的Choker 而戴上手的時候 是這樣的類似 也是打包兩條繩 到第四盒 也是這個小小盒 真的很熱 就是一樣 這個 是第一款 大是黑色的 比較浮誇一點的Choker 這邊是正面的 然後是金色的 黑色帶 最經典的一款 即是黑色 黑色是很白搭的 而後面就是 這個啡色 發現好像 條條都圓 後面是啡色 沒有認真說過這個扣 是這樣的 這裡這樣穿進去 這個比較新 所以比較實正 然後這樣 扣上去 就是這樣 也是當手 可以打包 最後一盒 小小盒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因為印象很深刻 也是最近才去的 就是這條黑色的Happy 的繩子 這個是金色 而且剛才那條Happy 是銀色 因為它沒有金色 而且我覺得銀色也不錯 而且我全部買的都是金色 所以一條銀色也OK 這個就是金色 再配黑色 而另外那邊是啡色 所以我可以兩邊這樣戴 這個啡色 也算是一個 TAN的顏色 也容易襯衫 這個盒 也頗明顯 是鞋 一起拆 好 好 有這個 鞋袋 好 就是 這一雙鞋 這個是Two Tone 也頗特別 是一個 青色的顏色 再加上白色 也比較容易襯的 這兩個顏色 而這個是有搶的 因為之前我買過平底 我有1克100 起初如果穿短暫的時候 沒什麼 真的滿舒服的 但如果長穿的時候 腳很痛 可能平底的鞋 底部比較硬 我記得我在波士頓 長穿那對平底拖鞋 我感覺到我的左腳 好像拉傷了腳底 所以 搞到我有點害怕 再穿那對 不過遲些我會再 不要浪費這對鞋 就會穿 但是 這一對是有搶的 所以不同一點 而且我感覺到 它這個位置 軟一點 而且SA也跟我說 聽說客人也覺得有搶 這個穿出來舒服一點 平底那對 拍出來 腳很短 真的 這個比較高度 尤其是黑色那對 黑色拍到更短 腳 白色還可以 如果有搶的話 就會拍到腳長一點 而且這個搶也比較舒服 不是有身的搶 很厚 我買的尺寸是36號 是我的尺寸 是正確的 另外那一隻也是一樣的 也是這樣 好了 相信大家都猜到我下一對 會是什麼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一樣的款式 我真的會狂買 好了 就是 這一對 這個是啡色 而且我發現好像皺了 這個 因為真的剛剛寄給我的 所以第一次看 發現這個皺了 好 稍後再研究一下 就是這個啡色 也是一個比較經典的顏色 也是一樣 就是這樣 你看 也是 竿的高度一樣 但是好像有點不同 這個竿是一個深啡色 而這個是一個木 這樣 也是36號 看看另一隻 鞋子 我剛才看到這裡皺了 其實我也不要緊 因為始終都 穿在地上 還有 另外一件事 包包才重要 包包如果有皺皮 就害怕 而這邊也是一樣 也是有皺皮 這個線 這個是一個 好像是beige 是不是顏色 好像又不是白色 好像啡啡 creamcream的顏色的線 下兩雙鞋子 我已經拆了絲帶 也是同款 就是這個顏色 是橙色 他們最signature的顏色 但是這個橙就是 偏 好像 sharp一點的橙 好像不是真的 Hermes那種橙 但是也頗漂亮 這個是新顏色 而且它的皮 是有點不同的 是這個畫面 而且它沒有線 在旁邊 比起剛才那款 這一款也是 有線在旁邊 但是這個是完全沒有線 它的竿 也是配合它 原來 我看到它的竿 有點橙色 對 36號 最後一雙鞋 猜一下是什麼顏色 很多合位 現在 我最愛的顏色 就好了 就是這個 粉紅色 我印象中記得 好像是新色 但是不夠剛才橙色的 那麼新 就是這個 它有線 但是它的線 也是配合它 是粉紅色 這樣 它的質地 跟剛才不同 對 剛才橙色那雙是最滑的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它叫什麼名字 先研究一下 它的竿 就是 也是粉紅色 這一雙穿上腳之後 很好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喜歡粉紅色 還是怎樣 但是穿上去是靈性好看 而橙色上去 就是比較 好像顯白 因為這個很sharp 很summer 對 鞋就是這麼多 好了 我們現在進入這個包包 我有兩個包包 就在這裡 已經被鞋埋沒了 就是 這兩下 我好期待 其實 我們一起拆 而且 也看到這個包包 是小小的 大家猜不猜到呢 快點猜猜是誰 好期待 這個是什麼 類似說明書 那些 不是 先說真的 對了 原來是說明書 我起初以為是Memo紙 還是怎樣 好像一款東西 好了 有這個 入住的 猜不猜到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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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偷看了 嘩 就是這個Evelyn 這個是mini 這個 很久了 因為 最近 也看到很多instagram 很多Evelyn 這個出現 我知道它有大尺寸 但大尺寸真的一般 我看到這個mini很有興趣 有一個H字在這裡 而它是通通的 而後面是這樣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它 所以現在有點興奮 然後怎樣開 我這裡 原來在後面這裡這樣開 而且開 這裡寫著Hermes 因為在店裡沒有貨 所以 對 而且真的很幸運 有這個 裡面有一個 應該是它的帶子 我給了這裡來看 裡面是一個質地 很有趣 是一個sway的質地 而裡面完全沒有暗格 這樣 真的很 很 很 很皮 我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 對 跟Chanel的包包真的很不同 而且這個很有趣 小小時候 說回帶子 另外有一個 袋子入住的不錯 像LV 或者Chanel Chanel少一點 LV 因為通常很少說分帶 沒有另外一個袋 就是這個 嘩 很新 這個 超新 你看看不看 看到它的膠紙還在封住 超新 這個 它的帶子原來不能調 不過應該沒什麼問題 因為店裡完全不好 所以 其實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真人 有這個 寫著Hermes 它的帶子的質地 不是皮 是一些 我也不懂得形容 一些尼龍 普通袋子的帶子 如果它是皮 就好了 剛剛扣好了帶子 好可愛 這個 小小的 看起來它的容量 不是能放很多東西 應該像Chanel mini 我估計 不過也要再用一下這個 紅色 而且很容易配襯衣服 而它的器皿是銀器 它沒有金色 但我覺得銀色也挺配 這個紅色 真的很難買 這個 這個款式的包包 很快就被人搶購 而且Hermes不像Chanel和LV 不是那麼多 讓你選擇去買 所以有 有買適合手 所以 這個 好了 現在到最後一款的包包 也是同款 很明顯 因為它們是同一個尺寸的盒 但你們猜一下是什麼色 我現在一直拆你們 快點猜一下 也是一個大眾色 即是一個必買的色 好了 猜到嗎 就是黑色 可以了 但這個是配金器的 看看 也是一樣漂亮 因為不是一樣 有一個H字在這裡 通通的 而後面就是這樣 而 它有一個小袋子 帶子也是一樣 是不知道什麼質地 很期待去用 這一款的包包 扣起來就是這樣 然後很幸運 真的買到這個金色 因為聽說 如果有一個金色扣的包包 一定要買金色 好像說難買一點 是不是 我不肯定 因為對Hermes這個牌子 比較新手 也不知道它的皮是怎麼分的 也想慢慢學習研究一下 這段影片完成了 接下來我也想繼續買Evelyn的mini 如果你們知道有什麼顏色漂亮 或者出什麼顏色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而且在這個購物裡面 你們覺得哪一樣東西是最漂亮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拜拜 拜拜